龙花肚子鸣现场集结 父子同台尽爱一个女人 只要他爸不在现场 他就会很放松 靠在我肩膀上 我整个人就跟出了电似的 明争暗斗 在其情感风波 我天天追着你 我看到底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生父之谜即将揭晓 他一直琢磨这孩子是我的 我一直琢磨熟 都在猜 更多猛料 近在本期据说很好看 据说很好看 好据大家看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 我们节目是由 刁牌洗洁精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家好 我是王希良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剧集 叫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那么这部剧集 通过一个坎坷的命运故事 和三段辛酸纵狂的感情 给我们展现了那个年代 朴实无华的众生项目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集 你这辈子最喜欢的女人 是不是少花 老子杀了你 你最喜欢的不也是少花吗 这辈子还没过完呢 谁知道下辈子咋样 我知道你俩心里咋想的 可你俩心里 知道我咋想的不 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 中原一带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汗 可是我姥姥 死守着桃花都不肯离开 听我娘说 守着黄河还能汗死人 那天底下 还有太平地界吗 把闹事给我抓紧 杀一惊百 你公警告示 山堂跟着 让他们快点跑 我要回家 天要得知道 冲杂的是共产党挑的头 第一个毙的就是你山堂 他想害我们 快变火呀 太极限 桃花肚存 今天解放了 活着 林真 我不是尚花 可好好照顾孩子吧 她怀孕了 你说啥 你取不成尚花 我也取不成 走下去了 我不是大婶 我是你娘 守花 你还记不记得 你参加渡江战役 娘 我总能看见 他们在枪炮声中 栽营声中栽在土地里 心口不住地往外冒着血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咋也看不见他们长啥样 张静松 我想问问你家里的事 为啥 想请你帮个忙呗 我能帮你啥忙 帮我成个家 她黄少花 有个没名的闺女 这回又拉回了个没名的男人 领回了个没名的孩子 怎么回事 现在啥年月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天下也不能坏规矩 成立合作事那是党的政策 那是我田山堂立的规矩 那你知道合作事是咋回事 合作就是把各家各国农具都放在一块 合起来干活用 把各家各国土地都用在一块 合起来住 然后得着粮食 大家合起来吃 我不懂了 我 咱俩俩还搬家 反正我不说 这话谁敢到处胡乐了 我说的 我有东西 帮我带走 走 放下 放下 今年的黄河可能会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水 带领乡亲们 快適守住这条吧 放下 来 来 把刀子扇 把刀子扇 拿 thumb 来 走 把刀子扇 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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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我们欢迎这第四位年轻的优秀的演员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思博 在剧中扮演赵景松 黄少花的恋人 我想问问你家里的事 为啥 想请你帮个忙呗 我能帮那啥忙 帮我成个家 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继续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感情 而且好像每一个人都饰演了自己 从年轻到中年到老年这个阶段 除了他 他是一直永恒的一个生命定格在那个年代的 永远年轻 好像还差一个人是吧 一直在跟你争的那位 带哥 对 并有耐眼那个位手根 争不过就没敢来 他来这儿的话 他也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丁柳元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们这错综的复杂的关系 真的没那么复杂 其实我的那个初恋 也就是我这一生唯一的爱情 就是赵景松 是引领我参加革命的人 当然如果没有走出去 那么可能像兄长一样的这个田山堂 就很自然地会门当乎的就嫁给了他 这是最伤人的话了 但是从来也没有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心里一直把你当哥哥看 其实这个戏呢 它也让很多农村的青年看到之后 会产生一点思考 就是说如果黄少花 也像很多农村的女孩子那样 没有勇敢地走出家园 走向支援革命的那个大洪流当中去的话 她的眼界没有那么开阔 她就不会遇到她一生当中的那个真正的爱 她会把田山堂他们从小的那份青梅竹马的亲情 误作爱情相守一生 我想问问刘思博 在剧中 你当着你爸爸的面 同时喜欢女一号 不两红吗 我们经常开玩笑 今天拍感情戏 要不要现场 老爸指导一下 然后不去不去不去 你见到他的时候叫什么 好好说 这有点危急的意思 刚开始的时候是叫那个阿姨 后来那个我回去又想了想 然后我就把这个克服了 我回去说叫姐嘛 因为刘思华师姐也是我师姐 我们都是杰光精神学院毕业的 所以我也觉得叫师姐就比较妥这个事 需要提前培养一下感情吗 只要他爸不在建厂 他就会很放松 他们两人很默契 其实一开始反而我觉得不好意思的 反而是他姐姐 他姐姐是很扭 他以后叫柳二姐 对 我觉得他那个拉手什么的 我也跟他说 我说思博 你就想要姐这脸是你女朋友的脸 就行了 虽然我老了点 对 但是他很好 我们的那个整个配合 还挺松弛的 有一场戏就是柳二姐 靠在我肩膀上 然后他一靠 我整个人就跟出了电似的 僵住了 不能动了 然后我这是该怎么办呢 我心里想 心里翻嘀咕 你在学校学习那么多年 就没有女生把头枕到你肩膀上过 关键没有叫阿姨的女生 把头枕到肩膀上 所以这部剧集呢 要面对如此复杂的人物情感 他用了一个匠心独运的手法去表现 就是一直有一个人在旁白 这个旁白的人叫李素 李素是我的女儿赵霞的男朋友 也是我的干儿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后来成了我们的县委书记 所有的新气象都是由他带来的 而且我觉得由他来讲述这个故事 会更有历史的这种沧桑感 所以今天在据说很好看的现场 我们如何带大家走进桃花神害的地方 我们也是通过李素的四封家书 我们来看看第一封家书是写给谁的 好像在那个年代我们会听到很多类似的故事 丈夫从军走了 然后老太太留下来鼓手一声 对于黄少花来说 她一生也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我觉得那份最纯净的感情永远在那里 她就永远纯粹着 然后她不会被世俗的很多繁杂的东西所摧毁 我想知道死在我眼前的那些人是谁 我总能看见 他们在枪炮声中栽在土地里 心口不住地往外冒着血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咋也看不见他们长啥样 你 你就这个样子 你什么都想不起来跟谁成亲是谁的孩子 都不知道你这样找到部队上去 怎么跟人家交代啊花 你为啥把飞打扮成个男辈啊 你叫啥 多大岁数 陈景强同志背负了吗 我们是来研究人员的 可是迟了一步 他牺牲了 赵景松 网上班同志 有消息了 咋样 赵景松同志确实是在我们部队 他是隶属侦察大队 不过呀 他现在已经出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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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景松他们部队就要回来了 他 还活着吗 孩子 你这是干吗 快起来 老志叔 我要带他走 你带他走 我要带景松走 景松的队屋上有个对象 渡江的时候富商回家 半道上让土匪给打死了 又何计的给他娶了个媳妇 可苦了这个孩子了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这哪个当娘的看了 这心里可不疼了 他会啥不带着孩子走 他带着孩子还能嫁得出去吗 不管我以后过啥日子 到啥时候 我都是这孩子娘 我求你们 让我把他带走 中坡 你跟赵景松相识 他01走上革命道路 我们是在 就是我入伍以后结婚了 结婚了 祖上也批准了 后来紧接着就一场战役就打散了 部队的人就都以为我死了 就是刚才那个大妈嘴里说了 独江战役说被打死 打死那媳妇就是我 然后后来 她又参加了很多战役 然后又回到村里 村里可能就再给她说了一个媳妇 但是在街面上 你们俩那是真遇见了吗 真遇见了 我恢复记忆以后 我要求就是回去去找她 然后那个时候 她部队正在开拔 正在去抗美援朝 我叫她 她隐隐听见了 但是她没有在人群中找到我 但是我真切地看到她 所以才会支撑着我 一直在等着她 然后当纷纷的这些 参加作战的这些信息 都回来以后 然后她就觉得 她怎么还没回来 然后她就又跟组织上支书 去申请 说要去到她园级去看一看 看到那看到的是一个木 刚才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 我相信只要是女人 都会非常感动 这个角色 为什么她决定 还是要把这个孩子 带到自己身边 要去养她 因为那个孩子 她没有错 她的妈妈就是因为贫困 选择了其他的生活方式 不一样 但是这个孩子 她是她的 而且她马上在那 就要饿死了 大家将来在戏里看的话 特别可怜那孩子 我当时演的时候 我看着她的时候 眼泪劈了啪了就下来了 但是我想不行不行 就是丁柔源那个感动了 事实上这个人物 她是很坚韧的 因为她看过太多的苦难 她见到的孩子 就是一把把地抱过来 什么也没说 所以其实对于她来说 那份坚定的信仰 可能让她超越了 很多人生的平凡的苦痛 她的那种命运 完全被这个时代 这些不断的战争所搏挟着 然后但是好在这个女人 她一直有她很高的站位 很大的格局 在日后经历了 各个的事件的时候 都能保持客观和冷静 我相信可能演员 演的角色都一直是 凛然正气 和她自己本身的气质 是有关系的 刘志斌老师带领的 这个八一演员剧团 都是风轻气正的 据说你跟你儿子 也都是各种约法三章 然后特别正 其实没什么 就是跟我说 在剧组里面 就是别生病 好好的照顾自己 因为我们如果一旦 有个什么病什么的 影响拍摄进度 是全组的事情 然后比如说 我有碰到什么决策什么的 我也会去跟她 电话里沟通一下 斯伯是一个 就是她这个年龄演员里面 就是少有的 不浮躁的孩子 你看她之所以可以 就是hold得住 这些比较有深度的 这样的角色 也来自于她内心 就是她的家教 导演能够选她 来演赵景松 实际上是 不是说看中 他们曾经是一个 学院学习毕业的 还不是完全这样一点 是当时因为 她在作战部队任副连长 然后导演就说 这个赵景松 她就应该是一个 在作战部队当中 是那种干干净净的 然后一脸阳光的 那种一个精神的光芒 始终照耀着黄少华 她我觉着刘思伯合适 纯净 对 她要犯那个状态 如果说 你和赵景松的感情 是一股清流的话 那你和山堂和手根 就是两股泥石流 但是就因为 对你的这份爱 他俩打得不可开交 该第二封信了 对 这第二封信 写给谁的呢 虽然娘失去了挚爱 但山堂叔和手根叔 却整天围着娘 印象中 两个人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吵吵闹闹的 娘的生活 也不至于那么孤单了 少华 是山堂的媳妇 我咋没听说过呢 你没听说 我现在告诉你 这回知道了吧 你别以为你是保长 谁都怕着 不信你就试吧试吧 你们几个 是共产党吧 你说啥 我问你 少华那孩子 你不讹督 但是你 不讹督 是不是你的 你放个我 臭屁 被你 你想死 你 irmi 走 走 李老二 你故意把农具藏在黄寿花家 你陷害他们俩俩 你给老子挖坑是不是 你个王八蛋 你俩这是干啥呢 熊花 我对不住你 我对不住婶 我不该把东西藏在你家里 我没想到 你是刘有之后来的还挺猛烈的 山堂和那位之间的矛盾 其实都是因为黄寿花呗 我一直怀疑她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熊花经过一段负伤昏迷沉睡之后 她醒过来了 她醒过来是件好事 但是随之而来情节发展是她怀孕了 这个事件 让山堂和守根两人之间的这个矛盾 进一步的激发 这也是黄寿花不容易的地方 所有村里面她议论一直是如影随形 我事不事都跑人家黄寿花家去了 你把你们闺女抱着我看看呗 真好 抱我们家去吧 你为啥老子把人孩子抱回家呢 我老觉得是她的嘛 我要仔细瞅瞅 我说没DNA 所以就是拿眼睛要看看是不是 看长得像谁 对 看得长得像谁 亲自厌眼 她一直琢磨这孩子是我的 我一直琢磨这孩子是首歌 首歌 每个人都在猜 因为当时她还没有说清楚这个孩子的来历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就不高兴你 大家慢慢看吧 请继续追剧 对 在中后段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米解开 所以两个人打成这个样子 一直逗了几十年 一直逗了几十年 最后到老都觉得也有自己的自省 但是就这么相科相伴的一辈子 就是有些熟悉的人 一凑到一块就互相骂 然后这个要不见了隔几天还想 是是是 所以我们节目也为你们两个人的PK 我们今天做了一些功课 我们总结了这两个角色的优点缺点 来认领一下属于自己的特点 我觉得首先让特别了解你的人 媳妇来认领一下 仗义一心为民 这样的话就是显得人高大上嘛 所以这个女人总是会爱很多虚的东西 知道吗 靠老公 多扭 厉害 所以我一定要跟着她 站在你的这个角色的角度 就认为是虚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可能站在少花的角度 就不认为是虚的了 其实我们到后期的时候 有很多关于一些那个立场上不大一样 也有很多冲突 然后也经常掰齿 包括其实手跟跟她的争执 之所以那么的动人 其实也因为她有特别深的情感在那 一辈子的这种积淀在那 其实说到根上呢 从最初她是保长 当过国民党兵 这儿我们两个已经开始 道不同 对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再加上后来日积月累的这些问题 那么我就对她本身骨子里缺乏一种信任感 明白 所以要宜将胜勇 我天天追着你 我看你这些到底是不是都是你干的 那说起这个优点呢 我们也请丁永大老师在场外认领一下他的优点 卫手跟应该属于仗义 卫手跟是也挺聪明 但是呢相比之下 卫手跟是一个懂得爱的人 为了一个女人 这一辈子可以说真是倾尽的权利 是一个挺男人的人 我觉得卫手跟挺伟大 我发现丁永大呀 非常地有答题技巧 她避开了那些明显比不过你的优点 最后她说她是一个挺懂爱的人 手跟对你也是真的感情是吧 她很爱我只是单方面的 包括她那个犯了错误以后 然后那个哨花也不欢迎她 她就在人家院子里帮人干这干那 哨花也不理她就跟没看见她一样 我觉得这个已经听得很浪漫了 只要守在你身边看着你眼就够 对啊 可惜你没有木然回首 要不然手跟就在灯火阑珊处了 接下来不能光说优点 还要说一说缺点 还是让媳妇来说 大男子主义 对 结婚在你头一天就打你一顿吗 就是 当时就把我整哭了 嗷嗷直哭 而且很有手段 她非常知道怎么样控制我 固执就不用说了 那都不是固执了 那叫什么 那叫 倔 降 全在她身上体现 我觉得你真是亲媳妇 说优点的时候非常吝啬 然后说缺点的时候 全是全是我们家都包园了 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认得 一个是大男子主义 一个是比较固执 手段她不够有手段 她不如没手跟有手段 上下那俩词应该给手跟 你像这个她也是 她有的时候 她也不能完全抱怨她丈夫打她 刚一进门掀开盖头 第一句话说 去把那孩子抱来我看看 长相不像你 你哪个男的不揍她 我们看看刚才 山堂留给手跟的那两个缺点 那手跟她认不认呢 被手跟有缺点吗 我演完这个人我没觉得她有缺点 你如果要是非要说的话 其实她可能固执 有手段 狡猾谈不上 她为了生存她不狡猾怎么办 她没手段怎么办 她活不下去呀 她自己都活不下去 她怎么去保护别人呢 对不对保护她心爱的人呢 再一个呢她不狡猾行吗 刘志斌扮演那个田山堂 美其名曰那是一个村领导 但没办法 俩人同时爱一个女人呢 是不是情敌呀 但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上 卫手跟是相当固执的 那她是不惧这些的 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 但她的行为呢 其实也不差呀 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好样的 卫手跟 至于田山堂 不能说太多 我爬六十平道 下次给你们敲敲敲 谢谢 手跟啊 它不是狡猾 它是狡辩 它真是能把黑的说白了 对 在她那个角度来讲 她觉得手跟是固执的 对 其实不是固执的 它是有一种偏执的 我觉得 在戏里头 山堂对于手跟 始终占有道德的高度 将来观众 随着这些剧情的发展 都看到很多 我为什么对手跟 一直是防范心理特别的重 就她老觉得 她在她身上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 我可以用一生的时间 我要搞她个水落石出 绝对不能让坏人得逞 也不能让好人留下污名 她带这样一种东西 而且持之以恒 恒之以久 就这种东西 实际上是一种 特别可敬的精神 对 丁老师真的是 就是在现场 她从那门口进来 她没走那几步 她都在那琢磨 怎么样能够 把这戏演得筋道了 就是每次我发现 她进我们家门的时候 方式都不一样 作为一个老戏鼓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要学习的 作为观众来说 一定会为二位点赞的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来说 她在选择这两个追求者的时候 她只会有一种答案 就是都不选 对对 而且越加的怀恋 景松 景松这个角色 你觉得你是本色出演吗 我觉得差别挺大的 可能就是外形上感觉就是 很均人气质 很饱满 然后那个形象比较硬朗 本人的性格是比较呆萌的那种 跟景松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就会对这个人物 会下功夫 这个呆萌是你那个遗传呀 还是你爸爸呆萌吗 或许我爸爸年轻时候比较呆萌 其实呢我在这部剧当中 可以看到你霸了呆萌的那一面的 不过呢她只对她老婆呆萌 咱把盖头接下来了 看你盖上 盖上不合规矩 来 来 咋 你不愿意看呢 那外边 抱小孩那个小媳妇 是黄烧花吗 你去把她那孩子抱进来 让我瞅瞅 你抱人家孩子看啥 你有本事你自己生一个 真是多事 咋的 你还想揍我呀 咋的 想打我呀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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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 别没事找事啊 干啥你 我就是想丑辱的孩子长得像谁 像谁咋了 关你屁事 你不过帮我自己跳 去找地方 你干啥 干啥 你想干啥 告诉我 你可不可以笑着点 来 不要 你跟三岚脸迪不啥呢 还不是有迪着过黄少花的吗 跟你有啥关系 你要心里放不下 你到她家找她去 你不想我告诉你 你别没事找事 我忍了你好心事子了 我还忍了你好心事子了呢 咋的 我哪天高兴了 我就把她闺女抱回来 我说你个死娘们咋不要个脸皮 黄少花那丫头跟我没有丁点关系 你笑啥你笑 我笑你好汉子做事好汉子当 好汉子猪马一赶枪 我笑你就不是个男人 我啥事都没干 你让我当啥 你说当啥 当啥你心里不清楚 你咋对黄少花那事就那么伤心 我这咋就想不明白 老子是涛花肚子挡之术 黄少花的事我必须得管 这咋就再做的鲜花我都得管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前山堂 我把咱家那丑事我到时候都学给我救 我让你当成这个之术 你信不信 你咋的 你还 你信信了吗 你还 你不想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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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到你的情感上了吗 你 当山堂的媳妇容易吗 太不容易了 我本来看到前半段我还想说 看来能制作出山堂的就是桂香了 看到后边我才发现不行 家庭暴力来了 就像这样艾奏是刘桂香的日常生活的正常节奏 不不不 那倒不是 是关键时刻 才会出现这种 你没发现打的时候不是调子嘎的打踢过吗 是 我突然想 是前面的那个造众打的 这是一打二骂三歇呼 知名哥说咱俩在家里也吵了不少场戏了 也是因为这个哨花 那这场戏我觉得要上升一个高点的档次 听完了之后我说他就扫了一眼旁边的扫帚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但是呢就是还是觉得这样特别好 它有这种农村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而且呢这个扫帚那个飞起来那个木耳 你不知道现场已经笑的就是不喊醒了 很有喜感我觉得 对 是吧 完全不喊醒 是正着八景再迎喜 其实是在紧张和苦行当中的一种调剂 我觉得苏丽你这是本色出演吧 那种直那种可爱 对 没错没错 笑声从一个屋能传到十个屋那种 没错没错 我刚才化妆间也听到你那边笑 我说肯定是苏丽 好了聊到这儿呢 我们要看看第三封家书了 本以为娘的生活可以一直安静祥和下去 抚养这两个孩子倒也不是幸福 但老天爷为什么一定要折磨娘 本以为失去了丈夫就已经是最大的劫难 却还要再让娘体验失去至亲的痛苦 刚才我看到这个里边好像不好的事情又发生了 是有人去世了 我觉得李肃描述的应该是说黄少花的女儿赵霞去世了 别想了 好 大婶 对不住你 小婶 小婶 你刚才到了西手 美女 你要来接你的 今天咱们全桃花度的人都来接你了 接你回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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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黄少花了 您现在是丁柳元 你看这么多小朋友们 他们可能也有志于 如何去演戏 你能不能给我们 做几个示范 我想这个题目 大家肯定都想看 今天你十八岁 十八成以二 然后暗恋的男生突然在背后叫你 好 现在你转过身去 这个叫我们可以让丝伯叫 对 对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记忆中你青色的脸 我都闻到了一只香花的味道 我都闻到了一只香花的 你去参加这个男生的婚礼 临走时又突然被叫住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 熟悉 少花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却 都是你 非给人搅黄了不可 你照的那个眼神 我都快看哭了 清静三万年 你在公园散步 忽然觉得背后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你 回过头去空无一人 少花 少花 往事依稀不似梦 都随风雨到心头啊 这老太太身体不错 颈椎特别好 坐的是轮椅来的旋转的轮椅 我向制片人编剧导演建议专门写一个 他们俩人演的偶像剧 刚才说到演技 其实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在一考的时候 下腰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当年考的电影学院 进入三世的那几十个孩子就围成圈 所有那个电影学院的资深的教授都在那 然后就让这些孩子在那下腰 我就看旁边 呲牙咧嘴 坑坑吱吱的 然后男生还有直接躺地下 一点一点往上蹭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齐世龙老师就说 那姑娘你在这干嘛呢 我说我不会 我做不到 然后所有老师就笑了你知道吗 他就说如果要是因为这个动作 你做不到我们不录取你呢 我就实际往前一抱 然后还侧面说我做到了 全场大笑 我觉得这孩子太逗了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反正你也没说下腰 往前下 往后下 反正我能做到往前下 后来就成了段子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第四封家书是写给谁的 经历了这些年亲人们的离世 娘灰暗的人生逐渐恢复了生机 然而一场百年一遇的洪水 给整个桃花肚蒙上了一层阴影 虽安全度过危机 但山堂叔却生死未卜 桂香镜子和娘的心又揪紧了 在之前的这个戏当中 其实桂香出现的时候 剧情都是比较放松的 有一些喜剧的元素 然后有一点生活的小诙谐 但是到了这儿 其实是你人生了一个大坎了 就是你那么爱的丈夫 她到底能不能活着回来 全体社员注意 全体社员注意 我们今天接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 下达的紧急通知 今年的黄河 可能会爆发百年一遇的洪水 桃花洞粉红大炸 修建了整整五十多年了 虽然大炸多次翻新 可粉红大帝 从来就没有动过 你新修的大帝脾气 松软大水这么一炮的飞话不可呀 先生 是不是打算撤了我 不关咋说 你跟桃花洞的乡亲们 那还算是有情分的吧 山藤 山藤 真是为止你往决路上逼呢 那个心灵他挡不住洪水啊 桃花 带领乡亲们 死守住镇强敌 快 把宝 上 不良不行 好 还没人下 知道吗 来吧 别打了 人没用了 快 上来 拿着 站点 你腿上有伤口的 来 你先利落点 快 快 快 暗棋眼尸了 退 快 赶场 赶紧 暗棋眼尸 快点 退 来 哎呀 山藤 草哥 山藤跟下 你们没看过山藤吗 山藤 山藤 神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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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狼儿被谁从骨了 好 天 往下游走 爹 神藤 神藤 爹 我手我手在这儿了 神藤 爹 神藤 爹 我手我手在这儿了 神藤 爹 我手我手在这儿了 闪她 它最后给观众的冲击力会非常大 因为有极大的反差 对 我觉得这种 就像烧花刚才说那个磕头那个一样 就是当演员演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它有很多下意识的东西 它不仅仅说是你长期的演技的积累 它是人物 你已经在这几个月里面 你在演之前看了剧本 到演你已经是他了 所以这场戏对你来说是挺考验的 反正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死吧 那导演太缺德了 这你就多倒霉 到时候大家去那个电视场可以看 去看 虽然现在苏丽说起来的时候是笑着说的 但是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 其实这个人物是虚构的 这些故事是虚构的 但是所有的感情都是真的 对 因为在这些演员 给我们塑造的这个形象当中 我们可能会找到我们曾经熟悉的人 也可能会找到我们不熟悉的人 某种常常讲 这既是父辈们一生的总结 也是对我们后辈的一种启示 无论生活给了我们多少坎坷 但是最终我们仍然相信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迎来的是春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将和大家说再见了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主创团队 谢谢他们给我们奉献这么美好的作品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